逛完图书馆 逛大吉 过大年 办年货 聊试春晚年货大吉 还在继续 昨天咱们看了丹东的草莓书记带来的丹东特产 今天两位来自朝阳市的美女主播带来的朝阳特产 会不会是您心中的必办年货呢 咱们一起去大吉现场逛一逛 欢迎来到朝阳展区 我们朝阳不光历史悠久 而且物产非常的丰富 向我们朝阳的小米儿来 朝阳的小米儿可是珍珠贡米 当年乾隆皇帝回圣经祭祖的时候 回北京路过朝阳 我们当时朝阳的献手就献上了一碗朝阳的小米粥 当时乾隆皇帝可说了 这小米儿口感如肉 香味如茶 从此朝阳的小米儿就被誉为了蜻蜓的珍珠贡米 没错 像我们除了小米儿 我们朝阳还有这个灵塔白酒 也是有四百多年的传承了 当年这也是给皇上喝过的酒 而且一喝喝了多少 六大碗 没错 而且喝完了之后 当时就提笔写下了三太烧锅的这样一个千古的名招牌 这就是我们灵塔白酒的前身 对 除了这些东西 您看我们今天现场还来了 有着百年历史的灵源高老酒烧鸡 传承人也来到了现场 现场给咱制作我们的烧鸡 这烧鸡的小味儿啊 你不用从这路过 一进到大吉 马上你就可以闻着味儿就来了 怎么样 先来个鸡团 来一个 尝尝来 咱家烧鸡是用一年左右的那个纯溜的劲 选择精美的二十多种选材 然后和那个摆木熏香 然后制成的 咱朝阳过年呀 必备的一道主菜呀 那就是火锅 而且火锅里呀 必不可少的就是咱朝阳招的把的粉条 我们朝阳招的把的粉条子呀 这九煮不烂不于锅 这么一夹时间长了也不会碎 所以今年过年 你的餐桌上有没有准备我们朝阳招的把的粉条子呢